作词 李宗盛 我要你听见 我想你了像风向往远方 我想你了像雨冲下愿望 在人海中央 你就是光芒 才开一扇窗就看见幸福的模样 我想你了像玫瑰在绽放 我想你了星光把夜擦亮 你温柔脸庞 牵出了时光 我念念不忘 公主还在为 沈素说的话忧心吗 是否需要我去找她谈谈 不用 其实我知道沈姐是为我着想 我改天会好好找她聊聊的 尽管她反对我们的婚事 但她处处为公主着想 是个不错的经纪人 公主 这些杂活 由我来干就行 我就是想参与进来 跟太傅一起感受 这个喜悦的过程 我突然想起来 待公主嫁过来之后 我要将上面的书房 改做公主的书房 公主可以在里面看剧本 里面再放一个 网上说的懒人沙发 以便公主累了 休息之用 我还要帮公主 收集各种影片 供公主观赏 听着好像很不错啊 躺在懒人沙发上 看电影 太爽了 不过我要是用了那个书房 太傅怎么办啊 那我就一直陪在公主身边 公主看剧本 我看公主 公主看片 我看公主 我也觉得挺爽的 太傅 你怎么越来越不正经了 我看自己的妻子 再正经不过了 对了 我还要亲手去寻找 世界上最好的木材 为我们的孩子 亲手打造一张孩童床 太傅 你想得也太远了吧 再说 直接买不就行了 我和公主的孩子 一定要用这世上 独一无二的好东西 公主 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讨厌 物云 物云 太傅 你怎么了 没事 只是刚才有点血运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 牧羽你一定要撑住 不要被一世的心魔干扰 太妇这张很帅嘛 公主真美 过来 上楼看看 公主 可还喜欢 只要是太妇的心意 我都喜欢 三楼没有变动 依然是公主的规方 我想无论到何时 公主都需要一个 独处私密的空间 虽然我不会给公主 独处的机会 我会用我的余生 去缠满 公主生命的每一秒 我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合影 当时你可高冷了 整个就一个高高在上的影帝 你看 我都哭成这样了 想重新给你拍一张 你都不愿意呢 那是牧庭舟 臣不会对公主这样的 以后啊 不论是在家里 还是家外 所有的一切 都听公主的 真的 一言为定 君子一言 死马难追 死马难追 君子一言 好了 别送了 公主 我知道 你都跟我盯住好多遍了 明天一早 明镇局一开门 我们就到那儿会合 我今天晚上会把所有的证件 都准备好 不会遗漏什么的 放心吧 公主 从明天起 我与你就将成为夫妻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变故 生命中还有多少挫折等着我们 我恳请公主 请相信我的一片真心 不要放开我的手 请相信我的一片真心 我相信你 我永远地相信你 你和你姐说咱们俩的事 你和你姐说咱们俩的事 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我在等着 明天她跟孟平收的事 确定下来之后 让我再告诉她 乔乔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姐 我那个蓝色胺基酸泥 是不是在你那儿啊 在我这儿我去给你拿 迫不及待 为明天做准备了 毕竟要上镜拍照 状态要一百分才行 就靠这个毛孔吸尘器了 放心吧 你再瞅你们家太富 也不会放弃你 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样她都不会嫌弃我的 好吗 明天要我陪你去吗 嗯 算了吧 太多人我怕引起注意 好吧 怎么样啊 明天要嫁人了 什么感想 嗯 有点开心 有点激动 有点紧张 还有点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不可思议啊 我是真的没想到 甚至都不敢去想 我会嫁给太傅 而且太傅竟然这么执着 我们真的走到结婚这一天 姐 在你心里 太傅跟慕婷舟 是不是一直都是两个人 嗯 一开始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人 但随着 我跟太傅的接触 越来越多 我越来越觉得 她和慕婷舟 就是两个不同的人 我爱的那个人 她叫慕云 不叫慕亭舟 她真的很完美 对我也真的很好 心里眼里 始终只有我一个人 姐 你好像真的爱得很深 听你这么说 太傅 这个男神啊 嗯 太傅大概就是上天 送我的礼物吧 我觉得 被太傅爱过的人 应该很难再爱上别人了 姐 你一定会幸福的 来 我来帮你涂吧 这个清洁的效果好 你多涂点啊 嗯 那你也来点吗 我不 我不 我没现状 你也弄我 哈哈哈